大家好,我是吃瓜兔子的瓜瓜 今天我又有一个故事要分享给大家 我还有一个朋友 他只山里仅存的一只可爱的狼妖 在他小的时候 狼族只剩下了他和妈妈 他感到很孤单 所以总是变成人类 去找山下村里的小孩一起玩耍 有个男孩叫小虎 小虎很神奇地拿出一枚狼牙 要送给他 但他可是威风凛凛的狼 六位一秀就知道 这只是一个狗牙 小虎不服说 质问他凭什么这么说 但我朋友只是微微一笑 没有说话 直到小虎的父亲突然来了 他立马转身跑走了 落寞地看着小虎和父亲走远 不过他依稀听见 小虎父亲说 山里不是他们的世界 他当时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只是转身走进山里 在路过一棵树前时 他脱下身上的衣服 变回了狼身 蹦蹦跳跳地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而妈妈早就在这等候多时了 妈妈是个成熟的大狼了 孩子一回来 他就嗅到了人类的味道 等回到山洞后 妈妈将今天捕到的生兔子 扔到他面前 立马质问他 你下山了 是他们来山里的 我只是看到他们 他们看到你了吗 吃他们东西没有 没有 他不懂妈妈 为什么不让他和人类孩子玩 他们明明看上去一样 但他撒谎了 他跟人类见面了 或许妈妈看出来了 所以才决定明天就搬家 妈妈告诉他 人类是很残忍的 但他那时候不懂 只能选择听从妈妈的话 这时 他的牙突然掉下来了 他到了换牙起 都换完牙就长大了 妈妈将他的牙齿埋葬起来 但他却始终记挂着 人类朋友说的狼牙 于是 他趁妈妈熟睡时 悄悄离开 将狼牙跑了出来 第二天带去给小虎他们炫耀 但伙伴们还是不信他 因为杀你的狼 可都被村子里的人杀光了 不可能再有狼牙出现 这时 他闽日的听力 发觉身后草丛有动静 他迅速藏在了石头后面 原来是伙伴们的父亲 打猎回来了 小虎欣喜地向父亲 介绍自己的新朋友 男人盯着他看了很久 说 果然和我们是一样的 他听见这句话很开心 在看见男人身上挂着的皮草时 他的好心情瞬间加倍 拿过男人的皮草帽子 戴在了自己头上 而小虎将他给的狼牙 递给了父亲戏丑 男人打猎多年 立马认出了这就是狼牙 为了从他嘴中掏出更多信息 男人邀请他去家中做客 他本不想去的 但小虎嘴里说的鸡腿实在太香了 他没耐住诱惑 跟着前去了 而妈妈看见太阳下山 他发现昨晚埋到狼牙不见了 妈妈或许猜到了什么 而他当时只顾着与小虎 分享第一次见到火盆时的心情 就连摔倒后 天花板上的脚的影子 都让他开心不已 之后小虎父亲端来了一盆鸡肉 他当时看见这肉 像是湿了神一样 大口大口的喧 完全没了理智 而小虎父亲看见他这样 立马出去点燃了外屋的油灯 在房子不远处 正等候着一帮凶神恶杀了猎人 当他吃完肉后才意识到不对 眼前的东西开始变得模糊 声音好似被蒙在鼓里 就连厅力都丧失大半 既然没发现屋子里多了几个人 他转身向山里跑去 一路上头晕目眩的 他试图变回狼身 但不知怎的 能力居然被禁锢住了 他只好胡乱往前冲 幸好妈妈这时赶到了 他感到委屈 为什么自己只是吃了顿饭 就要被人追杀 但只要妈妈在身边 他就安心了 当猎人们射出第一只箭时 妈妈发怒了 在猎人们的攻击下 妈妈身体灵活地 闪到了其中一人身后 一口咬死他的脖子 之后扑倒第二个人 踩在脚下示威 他当时很害怕 不敢上前 愣愣地看着妈妈 与三个猎人厮杀 之后妈妈大吼一声 让他赶紧跑 可是猎人不会放过他的 还是有一个人追了上来 妈妈本想去救他 可却被猎人套个正着 妈妈被小虎父亲一箭插入身体 发出了最后一声爱好 他当时太小了 只想着要赶紧跑 在看见个小裂缝时 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本因为猎人找不到他就离开了 但他还是嘀咕了猎人的耐心 他奋力在口袋里挣扎 因为他不想死 但突然口袋松了 远处是妈妈的身影 妈妈来救他了 看着妈妈浑身是血 步履盘跚地晃荡过来 他本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可是远处一支箭 突然射中了妈妈的脑袋 妈妈死了 到死妈妈眼睛都没闭上 他当时气到极致 心里只想报仇 一股脑都往前冲 在与小虎父亲撕咬的时候 一步一步向悬崖边逼近 最后一起掉了下去 很多年之后 他再次见到小虎时 小虎已经长大成人了 并且不再大脸 种起了田 再一次小虎在河边洗手时 他选择出现在小虎面前 河里道运着他变成人类时的样子 但他再也不会变成人类了 他与小虎之间 有过最纯粹的友谊和信任 但现在一郎一人之间 永远隔了一条河 那是无法跨越的亲人之死 在听完这个故事后 我问他 现在是否还憎恨人类 他说 他曾因为孤独 去强行融入不同的圈子 甚至挖住妈妈新手埋葬的狼牙 去满足当时的炫耀心理 他太期望获得别人的认可了 不过妈妈的劝戒 吃下了不该吃的东西 却又承担不了后果 最后害死了妈妈 他不能去责怪人类一方 因为他们和人类 本就无法和平相处 他曾短暂地当过人类 他知道对人类来说 狼就是他们的亲戚来源 但对狼来说 猎人杀死了他们的家人 这无法衡量谁对谁错 互不打扰 或许才是最好的 他是林立 一个因小时候犯错 失去了妈妈的可爱狼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吃瓜地鲜 瓜朋来相见 我们下期见 拜拜